每个伟大的文明都有它的心脏 一个为整个社会注入活力的中心 对于曾经统治南美洲西部大片区域的印加帝国来说 这个心脏就是库斯科 一座承载着帝国荣耀与灵魂的古老城邦 大家好,我是劳拉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神秘的古城 库斯科 库斯科坐落在秘鲁东南部安地斯山脉的高原盆地中 海拔大约为3400米 四周群山环抱 有意思的是 它的海拔和我们中国的香格里拉差不多 如果你在香格里拉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来到库斯科可能也能够很好的适应 不过呢,每个人体质不同 来这儿还是要多休息 让身体慢慢的适应高原环境 库斯科这个名字来自克丘亚语 意思是世界的肚脐或者是宇宙的中心 克丘亚语曾是印加帝国的官方语言 现在安地斯地区还有不少人仍在使用 库斯科在西班牙语里有两种评法 他们在历史上曾经都使用过 现在也仍然被官方都许可 所以你来到当地可能两种拼写都会看到 库斯科的历史其实比印加帝国还要久远 但是它真正的辉煌是从15世纪印加人崛起开始的 1438年帕查库特克国王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 把库斯科打造成了印加帝国的政治 宗教和军事中心 库斯科成了四方之地的核心 帝国的势力范围横跨现在的厄瓜多尔 秘鲁 玻利维亚 智利北部和阿根廷西北部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 印加帝国在南美可以说是风光无良 当时的库斯科布局很特别 是按照天体运行来设计的 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 城里的建筑充满象征意义 比如神庙和宫殿墙上镶嵌的黄金 那表示对太阳的崇敬 想象一下 当阳光照在那些闪闪发光的建筑上 那场面肯定是壮观极了 不过1532年 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带着军队来到了秘鲁 带来了印加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火枪 大炮和马匹 有些印加人还以为他们是神的使者 这种误解导致了最初的犹豫 碰巧的是 当时的印加帝国正陷入两个王子 瓦斯卡尔和阿塔瓦尔帕争夺王位的内战 再加上西班牙人带来了天花等疾病 这些因素大大的削弱了印加帝国的实力 1533年 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绑架了阿塔瓦尔帕王子 尽管收到了大量赎金 最后还是把他给处死了 另外一位王子瓦斯卡尔 也死于西班牙人带来了天花 这让印加帝国群龙无首 西班牙军队趁机轻易地进入了首都库斯科 结束了印加帝国的统治 不过勇敢的印加人并没有完全的屈服 他们发起了多次起义 其中最有名的是直到1572年才被镇压的 维尔卡班巴抵抗运动 库斯科在西班牙统治下 经历了将近300年的殖民时期 直到1824年 秘鲁独立后 库斯科再结束了被殖民的日子 成为秘鲁的一部分 从那以后 它慢慢发展成了重要的文化和旅游中心 在殖民时期 西班牙人拆掉了一些印加建筑 在原址上建了欧式教堂和他们的府邸 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武器广场上的库斯科主教座堂 它建于16世纪中期 融合了哥特式 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风格 教堂里面装饰得非常精美 收藏了不少殖民时期的宗教艺术品 成了天主教在南美传播的标志 可惜的是教堂里不让拍摄 我没有办法拍下来给大家看 不过你要是想看的话 网上应该能找到不少图片 被殖民后的库斯科逐渐变成了一个融合印加和殖民文化的独特城市 很多印加建筑的地基和结构到现在还在 古老的石墙也依然处理着 走在库斯科的街上 你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在库斯科老城的街道上 藏着一块不起眼 但却很神奇的石头 它也是吸引我到库斯科来的原因之一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十二边石 这块石头见证了印加文明的辉煌 也让现代人充满了想象 大约在15世纪中期 它被嵌进了罗卡宫殿的外墙 经历了印加帝国的兴衰和西班牙殖民时期 甚至在大地震中它都幸存下来了 这块重约6吨的石头 以它12个精确切割的边角出名 它用的是印加人的干气法 就是不用任何粘合剂 纯靠精湛的切割技术实现了无缝拼接 这是连一张纸都塞不进去的真正的无缝 石块的形状和摆放方式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确保重量均匀的分布 让整面墙更加的稳固耐用 这样的石墙在印加帝国并不少见 比如山上的萨克赛华曼要塞 就是用重达百吨的巨石精确拼接而成的 从那里还能俯瞰整个库斯科呢 还有被部分毁坏的印加帝国最重要的宗教建筑 太阳神殿 据说墙壁曾经覆盖着黄金板 天花板上镶嵌着宝石 在印加人的宇宙观里 黄金代表了太阳和天界 很多印加的传说和神话都跟黄金有关 比如黄金之国的传说 在印加文化中 黄金被看作是太阳神英帝的汗水或化身 象征着神圣和永恒 是连接人间和神界的媒介 黄金主要由印加皇室使用 象征他们的神圣地位和权利 印加皇帝被称为太阳之子 经常带着黄金饰品 在印加人重要的宗教仪式中 黄金制品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用来制作祭祀用具 神像和装饰物 印加工匠们以精湛的黄金加工技术文明 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黄金饰品 器皿和雕塑 印加人用大量的黄金装饰了太阳神殿 在被殖民期间 这些黄金难免遭到了掠夺 在殖民者眼里 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价值 仅仅只是财富而已 太阳神殿虽然已经被西班牙人部分毁坏 并在上面建了圣多明个修道院 但是现在还能看到部分屹立不倒的 印加时期的石墙 石而边时的存在引发了不少的谜题 比如印加人是怎么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 精确地切割了这么坚硬的石头呢 他们怎么在没有现代测量工具的情况下 做到这么精确的角度和尺寸的呢 这块巨石又是怎么从采石场运到了城市 并且精确地放置的呢 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 石而边时的设计 可能和印加人的宇宙观 和天文学知识有关 十二个角可能象征着印加历法中的十二个月 在印加人的信仰中 石头被认为是有生命的 十二边时可能有特殊的宗教 或者是仪式意义 现在它已经成为秘鲁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 它的图像出现在秘鲁护照和其他官方的文件上 十二边时被视为印加石工技术的巅峰之作 展示了印加文明在建筑和工程领域的卓越成就 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更是人类追求完美的永恒象征 当我们站在这块石头前 仿佛在和历史对话和古老的文明产生共鸣 它提醒我们人类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你看这经过了多少年 经过了多少的磨难啊 这些地震啊这什么的 各种损坏 那这些突起是干什么的呢 是像攀岩的那个 这个风有点大了啊 你看这些就是现代人修复的 就跟那个完全就是两回事了 这个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切面 好光滑呀 它们是用什么大磨的呀 你看这失去了一块 太可惜了 哎呦这个也是太可惜了 你看这种这种大磨 嗯这是怎么大磨的 就是到这你还打磨的事了 这真的很难 太棒了这个 哎呀好可惜啊 变成这样了 这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啊 太可惜了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的人也没有这个能力把它修复 这个石板路好像乌拉圭那个Golonia的那条路 但是这条路呢更平整一些 像李说这种路不应该让车再过了 你看看这些路都被压成这个样子 好可惜哦 1983年 1983年 库斯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成为人类共同的珍贵财富 这座城市 以它悠久的历史 独特的文化融合 和令人惊叹的建筑遗产 继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让我们得以和古老的印加文明 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库斯科的城市风貌 也给我带来了不少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里精美的木质建筑 会让我想起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民居 当地的饮食文化中 也能尝到一些和咱们中国美食相似的味道 更有意思的是 印加厚裔的长相 竟然和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很相像 在库斯科的古城街道上 我看到很多穿着传统服饰 怀抱小羊供游客拍照的当地人 这一幕也让我想起了香格里拉的相似场景 这些种种跨越了大洲的文化相似性 不仅带来了一种奇妙的熟悉感 也让我在库斯科感受到意想不到的文化共鸣 我们要去马丘比丘 库斯科是主要的中转地 大多数游客也会和我们一样 因为库斯科有比较完善的交通网络 连接着周边地区 有火车 大巴 等多种交通方式 可以去马丘比丘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会专门讲讲 我们是怎么去马丘比丘的 还会做一期关于库斯科农贸市场和美食的专题 库斯科的美食融合了印加传统和西班牙风味 形成了独特而美味的烹饪文化 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好了 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 我是劳拉 请照顾好自己 咱们下期再见吧 这个辣椒超好吃 他们家这个 我要是不咳嗽的话 我敢狂吃 我跟你说 嗯 超好吃 酸酸辣辣的 好吃哈